大家好,今天呢,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明代早中期盘子的一个特点 大家知道明代早中期的这种盘子呀,大多看上去呢 这个底釉和气身的这种釉啊,它是两种颜色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?它的原因是什么? 明代的时候调釉,釉里面的这个助容剂,它是以这个草木灰为主 那么灰用的多,它的颜色就会偏轻 灰用的少呢,它这个右面呢,它就会比较偏白 所以说这个右面呢,它偏轻和偏白 有一个什么道理呢?就是白用耐火,轻用,易熟 也就是说白用,它比较能够承受高温 那轻用的话,它就会易熟 承受高温的能力相对来说就低一些 而瓷器在摇里烧照的时候呀,它这个底温是比较高的 为了使瓷器底部和它的气身承受的这种温度啊,统一 所以在明代早中期,古人在烧照瓷器的时候呀 底部就用了这种温度承受能力相对高一点的白用 今天呢,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知识点 好,谢谢大家的收看 好,谢谢大家的观看 好,谢谢大家的观看 好,谢谢大家的观看